我从小就有一种心态 很想帮助人家 助人是一个能够帮人家解决问题 而且又很欢喜快乐的事情 但是我们虽然说有助人的心 可是如果说你自己本身的本质跟条件 没有准备好的话 我觉得会碰到很多境界来考验你 一样你养百样人 而且真的在这个末法时代 有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暗角 有不同的苦难的人 他们给我们看到的是他的身苦 身体的苦 病痛的苦 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走下来 身体的病痛是可以用医药解决的 但是人如果心 他的情绪生病了 这一点确实是 真的是良意难求 良药难寻 走了二十多年的慈善工作 感觉到说可能是自己年纪也比较长了 让自己的心境比较沉稳 看待的事情也比较宽大 不执着在那个点上 觉得一切都水顺因缘 学习清安自在 而能够很笃定地继续走这一条路